Hello 大家好 我是堆仔 今天我剛好看完這個 我的英雄學院的劇場版的特典場 送了一個特典給我 這個特典是什麼呢 就是一張卡 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大家這樣看就已經看到了那個 唐金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得到有點 這張就是我們香港區我的英雄學院劇場版的特典 你看到有三個人物品 分別就是棍 綠谷 爆蠔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剛剛其實買票有的 而且你看到它 其實很厚的 是不是都出了 它其實是一張Foneboard來的 我給大家看看 看到這裡有些唐金嗎 即是它 它摸上手也有一點脫脫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這張卡就挺有收藏價值的 因為還有唐金 非常之精美的 除了這個特典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特典的 還未推出的 有圖的 在這裡 那個特典就是一個萬用套 萬用套是平時我們用來裝口罩那些 還未推出的 應該是之後的特典場是會有機會見得到的 我現在暫時沒有實物在手 沒有說只剩下這一張 現在暫時的特典場 都是會送這一張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快點去看 好 講完這張特典 我就講一下這個劇場版裡面的評價 我會分三個範疇 分別就是內容上 畫面上 以及音樂上 未來的內容就會有少少劇透的成份 未看的朋友千萬不要再看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興趣 入戲院看的話 就可以按你 等我一砲告訴你 然後我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在內容上面 它沒有交代到時間線在哪裡 我自己看完之後 就覺得時間線 應該就是動畫版第四季打後的發展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電影裡面有幾個位都可以看得出的 分別就是這個 一開始見到Annevar就走出來 阻礙敵人聯軍 就說了一句交給我啦 這樣的說話 其實在這裡看得出Annevar的一種覺悟 自從第四季過之後 他很辛苦打贏了老母之後 他就有覺悟了 就要認清自己的地位去到哪裡 那個實力去到哪裡 就開始真真正正去學做這個No.1英雄 還有查比也認了一句 就說你這個臨時後補上來的No.1 hero 相信就是這個英雄排行榜之後的事 所以由此猜猜應該時間線就是第四季完結之後的事 整個故事看起來 我自己就覺得 跟動畫版其實有點相似 故事那個主要的大綱就是有兩個小孩在另一個島 那個小孩就非常不喜歡英雄 是不是有點遲臣相識呢 就是一個小朋友不喜歡英雄 慢慢因為某些事令到他愛上了英雄 就是變回喜歡英雄 還有一樣特別的就是兩個小孩裡面 有一個小孩是有細胞活性化的個性的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熟口臉好像在哪裡見過那樣呢 就是那個有角的那個女生 我看的時候就在猜猜就以為六谷會背著那個男生周圍在那裡打架 那原來結果是沒有的 還有如果你是喜歡這個霍克斯和棍的朋友 我相信你看這個電影版就會非常之失望 為什麼呢 霍克斯的鏡頭是少到你不相信的 至於棍的方面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棍的粉絲 但是棍在這個電影版裡面是被人愛得太厲害 簡單來說你會看到爆豪和綠谷是非常之厲害 然後棍是完全追不上他們的進度 所以我看完劇場版之後 都馬上轉頭了爆豪的懷抱 上面說到這樣 你是否以為我會彈這套東西呢 其實不是的 後面的熱血程度 真的比得上鬼滅之人的經費折腐級 由綠谷將1-4-0交給爆豪 先出一招爐山星龍霸 再兩個人一起用1-4-0 SM-9 好像超級殺眼般 嘩那種震撼感真的不得了 那到畫面 值得討論的就是 開頭飛車的片段 還有後面打鬥的場面 前面的3D場景的確是令人幾眼前一亮 後面的打鬥場面就 不可以說它不漂亮 而是很豐富 看了的人就會明白了 有很多顏色飛得很快 眼睛都不敢斬 對於我來說 我就喜歡的 老實當然沒有UFOTABLE做這麼華麗 那輪到音樂 音樂來說我最喜歡有兩首 其中一首就是後面那一幕的終極一戰 有部份的帶動我覺得是跟音樂有關的 突然之間整個世界好像靜光 播了一首好像聖戰的音樂 Might You 我不知道讀Might You還是Might Pursue 要是有個姐姐中間的 先讀Might You先吧 這首歌真是華龍點睛 這種感覺就令我想起東京餐總播 Glasses Guy的時候 那種感動力倍增 一種自己很想成為英雄 但為了背後的人 他都願意犧牲自己的夢想 去將自己的夢想托付給其他人 即使那個是自己的敬敵也好 相信到這裏大家都會問 哪裏來第二首 第二首BGM就是我自己覺得很熱血的BGM 就是在船上播放的 那是一首OST 那這首BGM就叫做My Hero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這首OST就是六谷打人Muscular的時候會播放的 一響這首歌就有一種莫名的感動 老海中浮現的東西就是六谷打人Muscular的時候 吐哭大叫的畫面 嘩聽到都起雞皮了 那比較一下吧 我覺得動畫中的人物是比較豐富的 那又怎樣這樣說呢 感覺上我英的每一位反派角色其實都是有根有據的 譬如是犯罪紳士的故事 就是趕上一個追夢者的末路 說的人就是在社會上被大眾誤解 不被重視和接納的人 相比起犯罪紳士 我覺得LINE又稱不上是高尚 只不過是一個單純的壞人 希望建立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 那又沒有說對與錯 畢竟現實世界都是這樣 但是對比上一次的劇場版 這次的BGM有力很多 起碼真的有那種打BOSS的感覺 BOSS通圓再厲害一點 通圓又再厲害一點 其實有點像一廢 上一集就是講Oluomito和陸谷的關係 今次就是講爆浩和陸谷的關係 比我選的話 我真的選不下手了 因為兩個都是這麼熱血 但是內容上 今集的確感動很多 放下成建的合作 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那個雲大夢想 搞不定我就是惡言這一圖 特典和劇場版的內容 我就分享了 如果看了的觀眾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的感受 如果未看的話 看到這裡我真的要謝謝你 還有最後如果有什麼劇場版 和動漫想我看 想我分享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留言告訴我 還有訂閱我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